花莲地区又出现了两位统一发票百万的得奖者 一位是在加勒福买了50元的东西 一位则是在寿风自学村的全家便利商店 消费了183元 分别中了200万和100万元的奖项 国税局花莲分局除了表示祝贺 也呼吁民众购物除了要索取统一发票 更建议要多多的使用云端电子发票 中奖的机会会更高 鞭炮声响起花莲又有人抓票中奖了 这次统一发票开奖 花莲有两位民众只花了50块钱和183块钱 就各自中了200万和100万 在祝贺加勒福 有民众来这边买紫洋葱 还有简单点油肉乳 总共花了50元 就中了200万的特奖 这是属于资本发票的奖项 那我们站在国税局立场 我们还是希望鼓励民众 多多使用云端发票来收集 来拿起统一发票 因为云端发票在花莲 这次也有在自学的超商号中奖中了100万的头奖 国税局花莲分局在12月7号分别前往开出头奖的店家来贴榜祝贺 并且呼吁民众购物除了要索取统一发票 更建议多多使用云端电子发票 中奖的几率会更高 我们云端发票呢 它有专属的奖项 就是有15组是100万的 大概15000组是属于2000元的 那60万组是500元的 专属的云端发票 所以呢我们站在 我们国税局还是希望民众多多索取云端发票 介统会新闻相报导